本期视频将聚焦二战时的美军 为您介绍几道与飞行员有关的特色美食 及其背后的趣味仪式化本正片开始 太平洋战争初期 日本通过不宣而战的惯用伎俩取得了先手的优势 而在随后的南进作战中 日军更是势无破竹 短短数月 菲律宾 马来亚 缅甸 新加坡等地接连被其纳入版图 此后海军大将 日本联合舰队司令长官山门56 更是刊定了中途岛作战方案 准备一次到维尔引用美军航母救援拒而兼之 但让日本人始料未及的是 美情报部门此时以言破译了日军的电讯密码 于是在双方针锋相对的部署过后 人类战争史上首次航母舰的超视距海战 即将于1942年6月4日 在中途岛西北海域打架 而当日凌晨 在美军参战的企业号航母的餐厅里 司务长克林斯便为即将奔赴沙场的战士们 准备了一系列丰盛的早餐 而这其中就包括一道外形独特的小食 独眼三明治 三明治作为西方的标志餐点 据说是源自桑维奇伯爵约翰蒙塔古 在玩牌时的随性之举 但实则这种以面包加肉的吃法 也只能说是所谓加薪封闭三明治的出处所在 比之更古早的 还要以中世纪的单片粗面包充当餐盘 为肇始始祖的开放式三明治 企业号上的独眼三明治 就属这种开放式三明治的嫡系宗派 其做法也并不复杂 就是现在面包上挖出一圆形孔洞 然后放入锅中以黄油煎烤 之后打入鸡蛋 烘至蛋白凝固而蛋黄柔软的糖心状 再以盐和胡椒调味即可 但你要问这种独眼三明治的发明者 具体姓甚名谁 似是难以说清 一个比较靠谱的说法 是说在1941年 美国大兵的梦中情人 女星贝蒂·格拉布尔出演的电影 《情定迈迈》中 展示过类似的三明治制作过程 但电影中的桥段又是源出何处呢 这就真不知道了 不过不管怎样 就冲他这个外方内缘 颇似日本太阳旗的造型 美国大兵将其一口吞下 也算是在生死一线的战场 为自己博了个好彩头吧 中途岛战事的最终结果 也却如美军官兵吃下了 独眼三明治一般 曾经不可一世的南云机动部队 在此次战斗中灰飞烟灭 日军参战的四艘航母 更是非死即残 而在这场大截中 其夜号又首当其功 不但包揽了击毁 三艘日军航母的赫赫之功 其麾下的飞行员克莱斯重尉 和贝斯特上尉 更是分别完成了 对于日舰的三沙和两沙 两人在战后 均荣获了代表海军 最高荣誉的海军十字军长 你说这里边 有没有独眼三明治 带来的好运加持呢 在诺曼底登陆前 英美对于德国的打击 主要体现在战略轰炸上 而早在美国宣布参战的 一个月后 就已在弗吉尼亚州的 蓝利空军基地里 组建了后来鼎鼎有名的 第八航空队 并自1943年起 便开始了对于 德国本土日夜不停的轰炸行动 至四五年间 盟军共计出动飞机33万架次 在投下了437.8万枚炸弹的同时 亦付出了2.6万人阵亡 2.8万人被俘 1万架飞机被毁的惨烈代价 而在这支刀口舔血的空中部队中 有一位前线战士的身份 还颇为特别 那就是演绎了 美国营史中的冠军之作 乱世家人力的男主 好莱坞影帝克拉克盖博了 这位明星于42年报名参军 曾在第八航空队第351大队中 担任观察员间机枪手 并数次真刀真枪的深入敌后 参与了远程空袭的任务 他最悬的一次 甚至被防空火炮的破片 打穿了靴子 消息传回国内 其背后的米高梅公司 当场就被下了个魂飞破散 身恐失去了这位保障票房的摇钱树 此后他们更是不断向军方施压 终于把克拉克从刀头剑手的一线 调回了后方的宣传部门发挥预热 而克拉克在这段 争容岁月中的宝贵记忆 除了欧陆苍穹下的硝烟外 还包括每次返航时 空军女子辅助队 奉上了美味甜甜圈 这种甜腻的油渣食品 从一战起 就是美国后方的女性志愿者们 特爱为前线大兵制作了一味吃食 由于其中饱含的柔情秘义 使得他在军中大受欢迎 以致在美国军队中 还诞生了甜甜圈女孩和甜甜圈日 这种具象的文化符号 而要说甜甜圈本身的历史 据说最远可素质13世纪 马可波罗的中国之行 或是1001夜中 阿拉伯人热衷的古老面点 但对美国人来说 他们认知中的初代甜甜圈 应该是一种以荷兰语命名的 名为奥利库克的油炸糕点 其最早的发源地 也正是由荷兰移民缔造的 北美初代殖民地新阿姆斯特丹 而直到19世纪初 甜甜圈的样貌还都是实心的面团 而他如今的样子 据说乃是出自一位 换作汉森格雷格里的年轻船长 当年在他出海前 奇姆总是贴心地为他准备一些 添加了豆蔻肉桂的油炸面点 让他在旅途中享用 而由于航行时 汉森美美总是手握舵轮 全身贯注无法分神 于是便想出了用一个胡椒瓶 将面点的中部掏空 之后挂在轮条上 慢慢品尝了巧妙点子 这便是甜甜圈的来历所在了 而到了1920年 俄罗斯移民阿道夫·莱维特 更是发明了第一台甜甜圈制作机 这台堪称食品加工神迹的机器 可以在一小时内生产1000个甜甜圈 阿道夫用了11年的时间 将其售卖到了世界各地 并在每年获得2500万利润的同时 也将这种食品彻底传播开来 于是在1934年的芝加哥世博会上 甜甜圈也被定义为 进步世纪的热门食品 甚至身处敌营酷爱甜食的日本 都对其青睐有加 在他们1937年勘认的军队条理法中 就收录有关于制作甜甜圈的食谱 不过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 这种由敌国传来的食物就显得非常碍眼 不过日本人也没说借了一口 而自顾自的给他起了个新名 就叫油渣天妇罗吧 1942年4月18日 威胁日军偷袭珍珠港之恨 美国总统罗斯福秘密亲近了 首次轰炸日本本土的行动 当日上午 由79名机组成员驾驶的 16架B25轰炸机 从大黄蜂号航母上起飞 齐齐了包括东京横滨神户鸣鼓屋 在内的一众日本名称 由于该次行动被设计得过于大胆 所以最终确实达到了 出其不一的效果 但同时受限于B25的航程 这些完成了任务的飞机 在燃油耗尽后 除一架迫降苏联外 鱼者通通坠毁到了中国境内 机组人员则纷纷选择跳伞逃生 其中的64人 都有赖于中国军民的救助而成功脱险 但也仍有7人 还是不走运的被日军索勤 头斩手雅各布德沙泽尔 就是其中之一 在之后的40个月里 他辗转于多个战俘营中 饱受虐待摧残 直到日本投降后的45年8月20日 才在北京获救 此后他将其精力集结成册 出版了一本叫做 《我是日本战俘》的回忆录 书中浓墨重彩描绘的桥段之一 就是在他出狱后 享用第一顿饭时的情景 书中的原文是这么说的 当我吃下那道菜以后 一股全新的力量变在体内涌动 而这道让他重获新生的美食 就是爱尔兰的国菜 翡翠岛的第一名吃 爱尔兰炖肉了 此菜在爱尔兰颇具历史 且约在19世纪初 就已在爱尔兰家喻户脚 虽然各家在制作流程上小有差别 但菜中的维尔主角 则从来都是羊肉与土豆 而这两位原料的背后 又都包藏着爱尔兰与英美之间 两段围曲的历史 其中爱尔兰羊肉的大型企业 是由于首次工业革命所致 彼时科技的进步 带动了纺织业的繁盛 英国为获更多的原料供应 随在爱尔兰大肆圈地养羊 所以说羊毛之外的羊肉 能够在爱尔兰的餐桌上担当主角 其实也是以无数平民失阶耕地 尾身工厂作为代价的连锁反应 而土豆的背后 就更是整个爱尔兰人民 多船命运的缩影了 作为新大陆中 第一个广泛种植土豆的地区 得益于这种野蛮人食物的高产 爱尔兰人口曾在十九世纪 达到八百万之中 但1845年爆发的 马铃薯晚宜病 和英国不佳阵机的冷血政策 又导致了 史无前例的爱尔兰大饥荒 这段历史 若以俯瞰同懒的视角加以总结 其深远影响大致有三 首先是造成了 超百万的爱尔兰人恶必于也 以至如今爱尔兰的人口 较至新年八百万的峰值 上乡去悬熟 再者正是英国人 在此次天灾时的刻度表现 坚定了爱尔兰的民族意识 促成了后来其脱英自立的国家形态 最后就是未必饥荒 大批爱尔兰人选择了移民美国 从而深刻塑造了该国的政治文化 据说在如今美国的三亿人口中 也有三千两百万是爱尔兰后裔 其四十五位总统中 更有二十五人拥有爱尔兰血统 而要说回这道能让所有爱尔兰人 都点头称美的爱尔兰炖肉 其做法倒也简单 大抵就是先用羊骨熬煮高汤 再以文火慢炖两年以上的成年羊的羊肉 最后搭配土豆洋葱和大量香料 从而烹制而成的喷香炖菜 如今的我们 可能无法想象西年获救的雅各布德沙泽尔 在数年的精神肉体折磨后 是怀着怎样的虔诚与感激之心 享用了这道美味 我们更无从得知 这位俄勒刚出生的小伙身上 是否一流有爱尔兰移民的血脉 我们唯一知道的是 他在重获新生后 为了感恩生活的美好 居然从一个坚定的无神论者 转职成了一个决议 前往日本步道的传教士 并在日本和一个参加过 偷袭珍珠港的日本大佐 原田美金雄 结成了一生的挚友 生活的美好 与过了战争的冤仇 这也真是让人感慨万千 未然一叹